很多癌症病患深受嚴重的疼痛之苦 必須使用鴉片類的藥物Mafé來止痛 台大醫院研究團隊 將會針對癌症病患進行研究 原來是CXCL1 催化因子1的作祟 只要抑制阻斷這個因子 就可以提高Mafé的效用 Mafé是遭受嚴重疼痛的 癌症病患減緩痛苦的救命院 但是吃久了 耐受性提高 就要越吃越多 最後改為靜默注射 甚至直接從脊椎注射 為了解Mafé為何越用越無效呢 台大醫院麻醉部醫師林志凡 將30位癌症病患的腦脊水液 對照一般人來研究 發現Mafé用越多 中析神經內的CXCL1是會增加 反而令病患對藥物的耐受性提高 造成藥侯不張 台大醫院研究團隊將這個發現 進一步做動物實驗驗證 在老鼠身上得到相同的結果 這個重大發現也登上國際期刊 可望發展成新藥標靶 造福更多癌症病患 將來給病患的高劑量Mafé的時候 可以同時以抗體阻斷CXCL1的作用 減活Mafé的耐受性 這樣一來 Mafé的劑量就不必最高 就可以達到止痛效果 也能減輕Mafé所帶來的便秘 嘔吐等副作用